又發生爛道廢棄物的案件 新北一名女性男子 沒有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 卻非法承攬建物的廢棄物清運 三度再往桃園的保安林地來傾倒 結果還有就造成 另外呢 還有一名這個料心的業者 則是超量的收取生活垃圾等廢棄物 導致無法進場來焚燒 結果他就在北海岸 還有石門山坡樹林地來蓋廠房 暫時來堆滯 現場是飄出了惡臭 讓在地的居民無法忍受份額檢舉 地面挖出大洞 拿起捲尺測量 大量廢棄物任意被掩埋 有磚頭廢塑膠混凝土塊 現場也堆置大量生活垃圾 飄出陣陣惡臭 僅僅發現非法堆放 激爛道都是同一人所為 因廢棄物持續散發出惡臭 不斷遭民眾沉寢 非法儲存廢棄物外 一名廖信男子前後成立兩家清運公司 雖然有取得新被環保局核發的清除許可證 可以清理廢棄物 但檢警查出業者每月超量成爛 多出的廢棄物無法進焚化廠處理 就在北海岸一帶和新北石門樹林地 蓋廠房先堆置 只是轉運或阻存也得有許可 業者沒有合法申請就囤放 犯案時間至少一年 檢方也依廢棄物清理法 起訴涉案四人及兩間公司 大量建材烂到山林 警方也接貨林業署勤資 桃園市觀音的保安領地 被人隨意烂到廢棄物 群縣調閱監視器 插獲一名履姓司機 吳兆接案懶倒 履姓嫌疑人並沒有清除廢棄物等相關證明文件 趁深夜隨意將裝潢廢棄物 任意侵到於保安領地 警方調查後 將履姓涉嫌廢棄物清理法 移送台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 警方調查四十多歲履姓男子 平時從事物流運輸 背地跟親友非法清運廢棄物 光是去年七月就被查出把石膏板隔音棉裝潢建材等 從新北載往桃園保林地接連三次染道 不法獲利達四萬八千元 除了設有刑事責任 也違反森林法規定可開罰六萬到三十萬元 記者 陳冠勛 陳立峰 綜合報導